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16号星期三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旧金山今年芬太尼过量已至385人死亡 AC Transit获2023杰出公交系统奖 彭斯否认2020大选舞弊回应特朗普被起诉 达美航空和美国航空将增加往返中国的航班 中国外交部说中国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 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金融国际信托集团违约全球股市走低 沃克兰宣布首艘货轮金新走廊驶出黑海港口 二度提名案遭泰国宪法法庭驳回皮塔无望当总理 下面请听本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吴卓明8月16号旧金山报道 据ABC本地七澳电视台的新闻消息 旧金山卫生局报告称 仅七月份就有71人因意外服用过量而死亡 人数超过上一年 今年迄今为止 已有473人因意外服药过量死亡 其中385人死于芬泰尼 全球的死 全年的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800人 据金山因意外服药过量死的人数 促使卫生局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 据金山卫生局局长格兰特·科尔法克斯称 我很痛苦地告诉大家 这是旧金山经历的服药过量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他并表示芬泰尼现在变得更便宜 更刺激更容易获得 更多人可能会在等待决定 是否准备好接受治疗时死亡 本台记者吴卓明8月16号旧金山报道 阿拉米达康区科士达公交区东湾公交 AC Transit很高兴地宣布 东湾公交在运营60多年以来 首次获得美国公共交通机构颁发的 2023年杰出公共交通系统奖 获得公共交通协会APTA的最高认可 东湾公交成为美国交通运输机构中 卓越创新和成就的杰出领导者 每年提供1500万人次 至5000万人次的旅客出行 本台记者张苗8月16号 南湾报道 8月15号圣塔克拉拉县议会 从美国救援计划法案基金中 拨款200万元 用于为有犯罪案底者等人群 提供400万元的 有保障基本收入试点计划 这项最新举措是在2020年开始实施的 首个针对前济养青年的 有保障基本收入计划 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推出的 除了在两年内 每月可领取1200元的津贴之外 参与者还将获得其他住房 经济等方面的帮助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周三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 联储会官员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 对通胀速度表示担忧 表示除非情况发生变化 否则未来可能仍需进一步加息 在7月底为期两天的议席会议结束后 联储决定加息25个百分点 市场曾普遍预计 这将是本周期的最后一次加息 而本周早些时候 高盛的经济学家也预计 联储将跳过9月份的加息 且实质上从明年年中开始降息 周三彭斯首次回应了前总统特朗普的第四次被起诉 彭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的全美洲议会立法峰会上发表讲话 谴责波特朗普在其执政最后几天拒绝承认2020年大选的行为 彭斯随后强调尽管川普以及所有涉案人员都有权享受每个人都享有的无罪推定 但佐治亚州不存在选举舞弊行为 特朗普无权推翻选举结果 据NBC新闻报道 富尔顿县治安官办公室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及其在佐治亚州2020年选举调查中的18名共同被告 预计将被关押在富尔顿县监狱 治安官办公室指出 富尔顿县刑事案件的登记和提审程序是分开运作的 根据逐审法官的指示 某些传讯是以虚拟线上刑事进行 富尔顿县地方检察官法尼·威利斯表示 他打算将所有19名被告放在一起审判 并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进行审判 这是特朗普自3月份以来 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名义调查中 领先后的第四次被起诉 刑事指控 在中美双方达成协议增加航班以来 美国航空和达美航空公司宣布将增加两国之间的航班数量 此前美联航已宣布将增加两国之间的航班 美国航空从明年1月份开始增加 从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之间的美日航班 本周末开始出售机票 达美航空周三表示 其目标是在今年晚些时候提供每周十趟从西雅图和底特律 往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航班 并在2024年进一步扩大航班数量 美联航从10月1号开始将开通旧金山和上海之间的美日直飞航班 并重新开通于北京的航班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萧芳 下面来了解中国新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6号表示 要精准有力实施宏观调控 强化各类政策协调配合 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继续拓展扩消费 促投资政策空间 提振大宗消费 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6号说 近期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可能对全球经济发展 构成风险的论调 有违事实 事实上 中国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 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汪文斌说 近期中方出台恢复和扩大消费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等一系列 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举措 受到国内外投资者广泛欢迎 少数西方政客和媒体放大炒作 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中存在的阶段性问题 最终难逃被现实打脸的命运 中国内地传媒21世纪经济报道 引述地方财政人士的话说 下半年中国化解地方债风险举措 已经有初步部署 可能利用现有债务限额空间 帮助地方债化解 但是额度和细则仍未明确 报道引述某省财政厅 债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 曾经围绕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 召开吹风会 明确会动用债务限额空间 来化解存量债务 但未有明确额度和细则 报道认为 从历史来看 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债限额空间 动用比较慎重 外电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 7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 由6月的持平转为下跌 按年跌0.1% 是4月以来再度下跌 按月跌0.2% 是今年以来首次下跌 上个月新建住宅价格指数 按月下跌的城市有49个 较6月增加11个 上升的城市则减少11个 只有20个 国家统计局表示 上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按年升1% 按月则连续两个月持平 当中北京和上海的楼价 按月分别升0.4%和0.2% 广州和深圳则分别下跌 0.2%和0.6% 从更能反映真实市场情况的二手方看 7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同环比都在下跌 且价格跌幅均有所扩大 碧桂园及旗下滕月建筑 16号公布 两家公司合计 共四支债券兑付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周五起继续停盘 只限在上海交易所固定收益平台 全价方式转让 碧桂园说 为保障债券持有人权益 公司将严格按照约定落实长债保障措施 中国恒大旗下的恒大地产 16号公布 当天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立案告知书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决定对公司立案 恒大地产在深圳交易所的公告表示 将积极配合中正监调查工作 严格按照相关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另外 中国恒大在香港发出公告 决定延期并重新召开多项协议安排会议 与本月28号的不同时间召开 让协议安排下的债权人 有时间考虑拟议认购 以及对协议安排债权人的影响 据彭博新闻社 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报道 中国国内重要的信托公司 中融国际信托公司 自上个月来 未能向多家公司支付 数十个投资产品的票息和本金 中国房地产危机的冲击波 正逐渐显现 纽约 东京以及香港股市 都应声而下跌 中融信托公司成立于1987年 注册地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前身是哈尔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是经中国银监会 现在的银保监会 批准设立和监管的金融机构 业内人士认为其拥有央企背景 英国内政部近日公布 向申请BNO签证的香港人 推出优先处理签证服务 对于有急切需要起行人士 签证可以在五个工作日内获处理 此举是延续英国对香港人 坚定不移的承诺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16号表示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英方操弄BNO问题 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敦促英方认清现实和大事 停止伪善表演 停止误导港人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发言人说 事实充分证明英方所作所为 根本不是为了所谓的保护港人 而是图谋捕黑和霍乱香港 绝不可能得逞 一些受蛊惑的香港人背井离乡 抵达英国后生计窘迫 备受歧视 此类事例比比皆是 BNO签证是英国海外公民签证 获得此签证的申请人 可享有在英国居住工作和学习 长达五年的权利 英国美国印太防长年度会议 16号在太平洋岛国斐济召开 根据斐济政府的声明 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副参谋长徐启林 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 这次会议有27个国家参加 由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 和斐济军方指挥官卡鲁尼瓦一 来共同主持 美军印太司令部和中国国防部 没有回应中美代表团 是否会举行双边会晤 中美至今未恢复军方的高层对话 被美国制裁的国防部长李尚福 6月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期间 只是与美国防长奥斯丁 在晚宴上握手寒暄 中方早前说 如果美国一边要说沟通 一边又不择手段打压遏制中国 制裁中方官员机构和企业 反问这样的沟通诚意和意义何在 下面时间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乌克兰16号表示 尽管俄罗斯扬言海军可能攻击 离开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船只 第一艘使用黑海新航运走廊的货船 已驶出乌克兰南部的奥德萨港 俄罗斯上个月退出保证让船只安全通行 由黑海三个乌克兰港口运送古物出口的协议后 就发出可能攻击船只的威胁 乌克兰当天发布的消息令人担忧 俄国海军可能采取干预行动 乌克兰16号表示 俄罗斯无人机发动两波袭击 损毁南部奥德萨州多瑙河岸一个港口 这是自从莫斯科退出黑海股协议以来 针对出口设施展开的新一波攻击行动 俄罗斯8月初也曾对伊斯梅尔港进行攻击 造成了全球粮食价格上涨 俄罗斯国防部16号表示 俄军在莫斯科西南方击落了三架乌克兰无人机 这是莫斯科附近遭遇一连串攻击事件的最新一期 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Telegram上表示 乌克兰于当地时间凌晨5点出动三架无人机 在卡路加州对数个目标发动攻击 所有无人机都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及时发现并摧毁 这是卡路加州本月发生的至少第五次空袭 泰国宪法法院16号驳回在大选胜出的前进党 要求审视国会阻止领袖皮塔再次角逐总理的决定 裁决等于扼杀前进党领导下一届政府的希望 也为国会最快本周再次投票选出总理铺平道路 泰国已经处于看守政府状态五个月 皮塔在国会第一次总理选举中得票未过半数 在第二次投票时过半数议员反对他再被提名 令皮塔失去竞选资格 前进党上诉宪法法院要求裁定国会的决定违宪 外界相信国会可能会短期内对第二大党 维泰党推举的总理候选人设他进行投票 前进党已表明不支持维泰党筹组政府 伊朗记者马鲁菲安因为采访已故库德族女子艾米尼的父亲而遭判刑两年 维权人士15号表示他获释仅两天后再度遭伊朗当局逮捕 马鲁菲安15-13号从德黑兰的伊文监狱获释后 在社群媒体上张贴自己没有佩戴头巾的照片 公然违反这个伊斯兰共和国针对女性的严厉服役的规定 22岁伊朗库德族女子艾米尼去年涉嫌违反女性服役规定 遭到道德警察羁押期间于同年9月16号死亡 艾米尼之死引发排山倒海的举国抗争 时间长达数月之久 外电引述新加坡贸易商报道 越南出口商已商定提高大约50万吨大米的价格 印度7月禁止白米海外销售后 全球大米价格攀升约20% 创15年新高 总部设在新加坡的贸易商指出 印度7月发布禁令后 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等进口国购买越南香米的价格 每吨上升30到80美元 在禁令前签约的交易价每吨550美元 即升幅5%至15% 卖方收入因此增加约1500万至4000万美元 印度大米供应占全球40% 印度的决定令国际市场供应量减少1000万吨 相当于约20% 韩联社报道 在朝鲜因疫情关闭边境三年七个月之后 两辆客运巴士16号经由连接新一州 和中国辽宁省丹东市的中朝友谊桥 往返朝中两地 消息人士透露 两辆巴士当天上午经大桥抵达新一州后 约一个小时后折返 相信乘客很可能与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 跆拳道示警赛有关 据悉朝鲜将派出100多名运动员参赛 预计代表团从丹东乘火车前往北京 在朝鲜驻华大使馆留宿一天后 再乘坐飞机前往哈萨克斯坦 朝鲜2020年1月关闭边境 到去年1月恢复中朝货运列车行走 今年陆续重启部分边境口岸的货车行走 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 我们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33.53点 跌幅0.76% 报收4404.33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80.65点 跌幅0.52% 报收34765.74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56.42点 跌幅1.15% 报收13474.63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到节目 由消防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